A-R-N-O 大家好,歡迎又回到WINator 今天繼續再和這個WINator 上次分享過WINator之後 很多朋友要求我測試一下新品牌 玩不玩得到,今天就跟大家去試一下 我會用R-NEAL Pocket S 試一下 好,現在開始 好,大家如果未安裝過 Renator 的話, 看回我之前那集 影片我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 click 回來看, 如果未看的話 我們今天就會用 Model 3 的 UI 去試玩 Spike Out 首先將你們的 Model 3 的 UI 放在 internal storage 的 download 位置 那我就 paste 在 Supermodel 這裡 整個 UI 連遊戲都在 Model 3 這個 UI.exe 接著我就放了遊戲 ROMs 在 ROMs 裡面 有記者在,我們待會會試一下 當我們準備好這個,就可以開 Renator 我用上次 Stray 的 setup 去更改一些東西 但我們先進去 edit 吧 大家按照我這個 setup 吧 首先那個 screen size 要用 640 x 480 但我們要設置一點東西,因為太小了 要不然你按不到一下 一會兒會告訴你為什麼按不到 我們先用 800 x 600 下面這些就跟回到這裡 這個用 Adrenal 這個就可以了 接著 Dx Wrapper 這個就用 VK D3D 這個 對,下面照舊就可以了 這裡也照舊就可以了 還有去 Advanced 那裏 把這兩個開到去 Performance 的 對 還有我開了所有 CPU 了 OK 接著先按 OK 了 我們先進去 Run Run 吧 這裡建議大家 現在就拆開 mouse 吧 因為不然有些位置很難按到 一會兒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先用手指 去 D Drive 開了 Supermodel 的 UI 先 對了 這裡要做小設定的 這裡一定要去 Legacy New 3D Engine 我試過幾個模式 都是開不到的 不知為什麼 那我用 Legacy 這裡就是 64 x 480 因為再大一點 就真的會窄的 對了 我用 V Sync 了 用剩下這幾個 接著 最緊要這裡 Power PC Frequency 去到大約 65 左右 這裡如果你不用 Mouse 做 你是 基本上動不了 基本上 你不可以 看不看 所以你要用 Mouse 會比較好 我先插一個 Mouse 現在 Mouse 動不了 我拉到 65 左右 當然大家可以自己再試一下 調教一下其他東西 但是我都試過很多 真的 玩這個 Spike Out 呢 Final Edition 呢 就是有點不順 但是玩 Spike Out 初版那隻 就是少了 少了第一個 Stage 和大廈的版 這個版本會玩得順 還有一件事 對了 將一個 Folder Folder 這個位置 放 ROMS 的位置 去這裡設定 去 My Computer D Drive Super Model 然後裏面 ROMS 啦 記住轉回這個 這個不轉 你搬不到這隻遊戲 但現在因為我還是 800 x 400 來的 我出去再重新 再重新 去Straight Edit 這裏調成 640 x 400 然後再 Play OK 大家看到了 現在640 x 488 這個 Screen 現在640 x 488 看不完 接著戴 ROMS 啦 先拔掉這個Mouse 重要啦 我現在是用最強的遊戲模式來的 所以玩這隻 始終 這隻遊戲不是很難跑 但是你用了 Renator 去模擬 PC 然後再玩模擬器 就 難度又 需要的機能高一點 大家留意一下 左上角 FPS 是不穩定的 四十幾 你看到有時六十幾 這個鍵是即時用到的 所以 OK 不用調教鍵 這隻我調過很多東西都搞不定 都是會有少少不穩定 有些疾 但是呢 玩另外那隻 Spike Out 初代版 就沒有問題的 現在我用最高效能 所以風扇很大聲 好看 OK啦 剛才是Final Edition 現在我們玩下面這隻 即一開始就在油廠那版 看到已經六十幾了 這個就穩定很多了 今天我們會過乾燥 我們會不會被排名 我會被排名 我們會被排名 好 我們會不會被排名 不是 我們會被排名 的 如果他排名 簡單設定這個就是這樣設定的了 可惜我還未解決Final Edition如何玩順一點 可能這個真的不行,不夠力 還是怎樣,我不確定了 如果大家試到有哪個設定適合的話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還提到一件事 之前其實有講過 但也有很多人問我怎樣設定 在D-Drive那裡去Supermodel 這個UI一向都是 你可以在UI那裡逐個設定 即是在UI這裡 然後Ctrl這裡 然後這個X-Input 然後有個Config 按一按 可以去DOS畫面設定 但就要所有遊戲一次過設定 所以是比較麻煩的 所以怎樣做會好一點 我先打開 所以怎樣做會好一點 你去D-Drive那裡 Supermodel 去Config裡面 開這個Supermodel.ini 你可以在這裡 就這樣改它的數字 就可以轉到設定 我們拉下一些 它有這些鍵 這些全部都是鍵 通常的時候是用什麼鍵 4-Way Digital Joystick 這個就是 剛才如果你在裡面的UI上 按Config 就會改了所有東西 但我們現在只是 Spike Out 我們可以這樣改這個 這裡我已經改了D 1-2-3-4 就是這四個鍵 5-6 就是後面這鍵 我已經調到6 是這個鍵 R前面的鍵 就是可以做Shift 即是避免 我有時 就有存放器 在這裡按不到兩個鍵 我就可以在這裡按緊 拉畫面 接著這裡存放器 通常我如果不用 Joystick 就是這樣玩的 大致上是這樣 大家可以加回 OK 在這裡改這個 就是Spike Out 其他Game 改其他OK 這樣改就方便少少 大致上是這樣 也有朋友問我 PS3模擬器 可以不可以 剛才都說過 模擬器 在這裡再模擬器 需要的機能 是要再厲害很多的 所以 不實際的 用這部來玩 如果你真的想玩 我建議你買 Steam Deck 以上的機器 因為 這些機器 可能和Steam Deck 差不多 你還要模擬 再模擬PC 你用Steam Deck 玩PC PS3 已經問問水水 還要用這部機 來模擬再模擬 不用試 基本上 不太行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 想我試 或者你們試到什麼 歡迎 一起分享一下 始終這個 這個 模擬器 還是上算新的 大家一起去摸索 今天就 簡單分享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按LIKE 還要按訂閱 還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 我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下咖啡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Patreon 詳細資料下面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